好 接下来我们讨论11.3和11.4的小铁链期的部分 so 这一边我们来看一下 好像有图的吧 我再拍这一份 图中的食物网有多少条实验组成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数据来讲 很多其实很多学生的评条 但是正确的是六条 怎样来六条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题目是这样 图中把多少条实验 这种练习 这种题目有错过 这题好像是真正的考题 然后也是真的很多同学打错 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开始的一定是绿色植物 它的开始一定是绿色植物 然后在这一边好像最后结尾的没有被任何动物吃的好像只有鹰 好像只有鹰儿 虾有被鹰刺 有被鹰刺 蛇有被鹰刺 青蛙有被蛇刺 蝗虫也被麻雀跟青蛙刺 所以呢 最结尾的 好像只有一个 ok 所以呢 过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啊 那个计算的方式 所以这一条只要有一个环节不一样都好 只要有一个环节不一样呢 它都算新的一条了 所以呢 绿色植物被老鼠刺 老鼠被阴刺 那这个就是一条 我们来看看这一条 ok 然后呢 被麻雀刺 麻雀被阴刺 这里是二条 当然 我们不要cross的话呢 你就会看到 哦 这个蝗虫被青蛙刺 青蛙被蛇刺 蛇刺被老鼠刺 这个是第三条 那问题是它还有6z 它还有6z 然后呢 就是蝗虫被麻雀刺 麻雀被阴刺 这里是第四条 ok 然后再来就是 这个蝗 被蝗虫刺 蝗虫被麻雀刺 麻雀在被蛇刺 蛇在被这个阴刺 这里是第六条 ok 所以答案应该是六条 这个答案应该是六条了 所以 我不晓得是忘记计算哪一个 可能麻雀被蛇刺 蛇被因刺 还是麻雀被蝗虫 蝗虫在被麻雀刺 蛇刺 总之 因为它这样子gz的关系呢 很多同学会算少 会算low ok 所以这一边 这个算是这个正式的来讲一下 这个题目 到底是要讲其他 alright 可以 我们再看一下下一集也是同样的食物链 所以你会看到一个食物链 可以问很多的不同的题目 很多不同的题目 所以写出堪因 最长的链 所以这里最长的链应该 最长 刚才我们算的六条了 应该最长的有 这五个环节吧 对不对 最长应该是五个了 没办法再多 当然这个不是唯一个的解法 另外一个解法也是五个环节的 应该是浴室植物 蝗虫 麻雀 蛇 银 这里也是五个环节 所以答案呢 应该是这两个都接受 两个都接受 所以你不要比我说 老师 我答错 答错的话怎么办 当然这个你要 你不要空格 这个我们自动的批改的话 你不要空格 然后你的箭头要写好来 你这一种箭头呢 那个系统就改错 所以你 这个要注意了 所以如果是这个 应该是漏了一个箭头的吗 蝗虫去麻雀这边漏了一个箭头 这个是最短 因为三个环节应该是最短的 OK 所以这个是箭头的 那个箭头 没有把它用 你用这个来copy下来 从题外来copy 然后paste下去 这个比较 就比较简单的 那这个蝗虫的黄漏的 对不对 好像写漏了那个黄 还有你的那个箭头 我们是用箭来来来来连接 这个也是不是很对的 OK 四个环节 我不是问你几个环节 应该是五个环节吧 OK 我不是要问几 几个环节 是要整个写出来 所以 你需要把整个 写完出来 OK 好 这个是食物链的题目 好 食物链的题目 下一题 下一题 他只要你选出那个五脊椎动物 我也怕大家打错 有没有 很好心 来让你找出 选出 你可以在这里 装弹来选 他的五脊椎动物 在这边 只有蝗虫是五脊椎动物 老鼠是哺乳动物 麻雀是鸟类 鹰也是鸟 蛇 蛇 蝦 蝶 鸭 蝇 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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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它有软软的感觉,但是它里面是有骨头的,它整个身体都有骨头,然后有一些环节甚至是有肋骨,有内骨,是稍微的空降。蚌蛇它可能就是下面的部分是空的,所以它就可以膨胀,它就可以膨胀这样子,就像我们的肚子这样子,好像有空。 但是它本身是有一个寂静的,所以这一个无脊椎动物,很多同学选错,所以要注意蛇不是无脊椎动物,虽然很多家长骂孩子,很喜欢躺着,做物质,就讲你没有妖果,你是蛇嘛,你就要告诉他蛇有骨,蛇有寂静的。 OK,途中食物网属于生产者是哪一个,生产者就有一个吧,一定是绿色植物,这个没有人做错了,这个非常幸会,非常简单。 OK,再来,图中的食物网属于捕食关系也同时是竞争的,是哪一个呢? 我写不到太多,我写不到太多的环节。 当然捕食的话呢,就是剑头要对着它像蝗虫跟麻雀,蝗虫跟麻雀。 然后同时它也是同样的食物,这种就叫竞争。 所以蝗虫跟麻雀,蝗虫跟麻雀是属于竞争的关系,因为它们有吃同样的食物。 还有它也是捕食关系,因为麻雀也是蝗虫。 OK,除此以外,鹰跟蛇也是嘛。 对不对,鹰跟蛇它们同样吃这个麻雀。 然后呢,蛇预备这个鸡虫。 所以同时啊,其实两个你都要勾,可以复血。 对吧,我后面有些要复血的。 蛇,老鼠跟麻雀就只是竞争的。 它们同时吃绿色食物,但是麻雀没有被老鼠吃,老鼠也没有被麻雀吃。 所以这个呢,不算。 还有哪个?蛇跟麻雀。 蛇跟麻雀没有竞争的。 所以因为它们吃的食物好像都不一样。 所以这个不算了。 可以啊,这样子来看。 下列,当然这种题目,我们正式的考题是要你自己点的。 这边我们帮助一下大家,把那个选项都给了你。 然后呢,让你复血,把两个选出来。 OK,当然正式考试,你只要给其中一个就可以拿。 好,下列,生物可者,不属于分解者。 细菌是,真菌是,兔旧是,苍蝇不是。 虽然苍蝇我们一直都觉得说, 第一,苍蝇好像都是吃那个辣的食物。 但是根据课本,这个是,不是我自己做的。 我,如果我出,我会出这种,有很大真理性。 这个是,历届提,曾经出过的。 所以我希望说,历届提出过。 所以希望大家也记起来。 兔旧算了。 兔旧呢,是有特别有提到说,那种食谱,食谱性的动物。 像青蝇,兔旧,这两个我们有特别提到说,它是属于分解者。 OK,只有这个苍蝇就不算。 可以很多人选兔旧了,兔旧算是分解者。 最后呢,四杯里,看一下四杯里,就可以跳过来。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能量的,能量在食物链中是足,呃,什么,呃,足及地减。 应该是,足及地减的,是不是地震,啊,地震,哦,看了,看漏了就错了。 它应该是足及减的,所以这个呢,是错了。 再来,一般上不会穿过五个环节,呃,课本上写着六个环节。 所以你也,你也不要问我,为什么六个不是五个,啊,为什么不是七个啊,这样。 哎,反正这个课本上呢,他们,当然他们有他们的研究,啊, 你们发现到,好像就不会超过六个环节。啊,所以这个六个环节,啊, 你要记起来,这样子,好像这个,还有另外一种是,另外一个起步是什么,啊,呃,太阳的活动,啊, 啊,太阳活动,他们,讲说,啊,block了之后,发现那是十一年。 对,因为,但是有一些时候呢,你会看到,好像有点像十, 我说十二年,有时候十年,啊,为什么十年,十一年,呃,十年跟十二年不能接受呢? 哎呀,很多同学这样问,我的回答就是,人家课本上写的,啊,那你就,啊,记起来就好了,啊, 啊,ok,所以他们有他们的标准,啊,能量的流向,啊,能量的流向,啊,能量的流向是单向,啊,啊,这个是正确的,啊,啊,这个是正确的,啊, ok,你会看到,不会到食物列楼,你们指的时候呢,都会去到最尾的部分呢,就停了,啊,啊,虽然你讲说,哎,啊,分解者又可以分解掉啊,啊,对不对,分解者被分解了之后,回到去,啊,绿色植物背心中, 但是,啊,他现在分解的时候呢,他是,我要怎样说呢,他分解呢,只是把物质,啊,物质,呃,回到去原本, 就是把那个物质可以循环,物质可以循环,能量可以把它循环,啊,所以这个呢,要注意了,啊,这个能量是单向的,所以箭头呢, 这个表示能量流动的方向呢,是,的确是有这样的一个做法,啊,食物店里面的这种箭头,除了是那个物质的一个传递,啊, 因为它被踏实,所以那个物质也转移到过去,啊,同时也有能量的一个,一个,啊,流向,是对的, OK,so,这个是我们的选择,哎,我们的那个,练习校